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八点准备开始 好的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网易云课堂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微专业的直播课堂 那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迈克老师 那么作为网易特邀的加瓦高级讲师 曾经在很多行业做加瓦研发 擅长互联网应用电商平台大数据平台架构与设计 清通高频发分布式高可用 以及大数系统的加工设计 那今天晚上迈克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课题 我相信有些同学已经提前了解到了 那么迈克老师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这个是大宝剑老师吗 这个想要听大宝剑的 这是可以的 迈克老师的课上面 也免不了给大家来讲讲大宝剑 那么今天晚上迈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分布式锁的原理与实现 那么在分布式技术里边 分布式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那么马上就要过年了 过完年之后 就是跳槽的高峰期了 很多同学应该都非常想要去 这个一线互联网公司 对吧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百的 如果你去一线互联网公司面试 就一定会问你关于分布式相关的技术 那么在分布式技术里边 极有可能就会面你分布式锁 问你分布式锁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样来实现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了 你如果想要去一线互联网公司做开发 那么你一定会接受到分布式开发 那么分布式里边 你避免不了的就一定会要用到分布式锁 那么有的人讲 麦克老师你这个讲的我不认同 我觉得他不一定要用 是吧 那么麦克老师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让你认识到 为什么要用分布式锁 是吧 有的人问我了 掌握了基础 项目经验不足怎么跳槽 对吧 那么麦克老师告诉你了 你项目经验不足 那你就赶紧去补项目经验嘛 对吧 怎么样来快速的补项目经验呢 那你可以去了解我们的这个 云克堂推出的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这个微专业能够帮助你 立马就可以了 掌握到我们网易的明星项目啊 好吧 进不去怎么办 进不去提升自己啊 同学 你为什么进不去 那是因为你的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 他们所需要的那个标准 所以进不去 如果你达到了 他还不要你 那说明他有问题 他们老在进水了 是不是 明明一个这么好的人才摆在这里 居然呢 不要 只能说明他们老在进水了 如果是 你要是在麦克老师手上来面试 绝对可以 都有什么样的标准 对吧 没关系啊 那麦克老师后面告诉你 有什么样的标准 必须要掌握什么样的技术 是不是 好吧 不要着急 啊 那么今天晚上 首先 我会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分布式锁的原理 实现 这个分享的过程 是带着大家来思考 带着大家来找到解决办法 那么这个过程啊 麦克老师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啊 1234你就实现了 我告诉你的是 碰到类似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分析它 摆在你面前了 你是否会分析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啊 一怕他问题 他就脑袋蒙了 他不知道干什么 他就在网上搜 哎 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啊 可以用啊 是不是的呀 我会告诉你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简单 只要你掌握到了思维的方法 你很多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举一反三 明白了没有 所以我在我的课堂上面啊 反复跟我的学员讲 你要学的不是我交给你的那点点技术 而是要去学我在课堂上面给你呈现的 带着你一步一步去思考去分析的那个过程 那才是真正你要掌握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在我的课堂上面啊 你一定要认认真真跟着我的思维来 那么你经历过这个思考的过程 那么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一直黑屏的同学 请你关掉你的游览器 重新打开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确认一下啊 好 那么今天晚上的技术 麦克老师的话呢 会跟大家来讲啊 三个方面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要掌握的是分不知所的应用场景 你说我学这个东西 反而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会用它 那么我学它做什么呢 是不是的 所以我们学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东西在哪里用的 是不是的 那么呢 对应的当你在类似的场景里边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该用它 是不是的 好 那么第二点 我们要掌握分不知所的原理和实现方式 有哪些 有哪些啊 那么原理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实现方式是其次的 好 那么第三个内容 掌握基于就 keep的分不知所的实现 好吧 那么我们马上就开启我们的这种啊 思想的盛宴 好吧 好了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分不知所 这是我们第一节内容 你看了没有 麦克老师一上来 就是告诉你了 我们为什么要分不知所 而不是上来 上来是呢 哎 带你去 我直接就跟你说 哎 分不知所怎么实现的 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那你学完了之后 你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用 所以我带你去聊的就是 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分不知所 是吧 你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才会觉得我学了它 是有意义的 认为啊 认可 麦克老师这一等同学呢 请你刷一个火箭给我看看 有多少同学是认为这个的 认同说 我学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搞清楚 为什么 是吧 如果你连为什么都搞不清楚 你就去学 那你真的就浪费时间 是不是 你是没有目的的去学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老师告诉你了 一定要带着为什么 多自己的为什么 好 那么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解答这个为什么 那么要解答它 首先得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场景 真真实实的场景啊 这样一个场景会引导你去思考 不然的话 就像我们去打拳一样的 是吧 打在棉花上面 我们感觉好像呢 没有一点点力度一样的 注意了啊 所以我们思考问题 一定需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依据的实体的 那我们首先找个实体 什么实体呢 大家去看一下 小型的电商网站下单 生产有一定业务含义的 唯一订单编号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这个电子商务里边 一个场景 就是要产生一个订单编号 这个编号要有业务意义 要有业务意义啊 还有意义 并且呢要做到唯一 大家可以看 好吧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生存的订单编号 是要由年月日十分秒 在后面加个序号来构成 那这个就是有意义的 我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单是什么时间下的 对不对啊 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场景 一场景啊 那么如果要你去开发 你会怎么搞呢 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 一看到这个需求 我就知道了 我需要去写一个订单编号的生存类 是的 来生存这个订单编号 你看那麦克老师跟你在这里写这个代码了 订单编号的生存类 他负责来生存这个编号 那他负责生存的编号给谁用呢 下单的时候用 那肯定还有个什么东西呢 还有个订单服务类 这个订单服务类 他要来下单的话呢 就要去获取一个唯一的订单编号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代码写好了之后 会干什么事情 打包 部署到TOMCAT上面去 是不是 好了 部署TOMCAT上面 我们就可以呢 去运行了 去跑了 去提供服务了 去挣钱了 对不对啊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注意了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的话呢 会给大家来展示这样一些代码 让大家看到 确确实实我们是这么写的 是吧 那么在这里看了啊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示例代码 示例代码啊 那我刚才讲到的 我们需要的东西有 订单编号生存类 啊 那么这个订单编号生存 代码非常简单 取得当前时间 格式化成这样一个格式 然后还要给它加一个序号 这个代码用来模拟的 带来模拟的啊 非常的简单 你一看就能够呢 看得懂 是不是 你一看就能看得懂啊 好吧 那么还有就是订单服务 订单服务呢 我也写了一个哎 创造了一个接口 还创造了一个实现类 这个实现类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现类里面的话呢 有什么呢 它需要得到一个订单编号 所以我在上面定义了一个属性 得到一个订单编号生存器 是不是 然后下边 你看我得到之后 我会打印一下 当前这个县城取到了一个订单编号 下边要去下单 到底是要去购买女朋友 还是要去购买神器 那麦克老师就不清楚了 所以在这里省略 一百行代码 有可能是一千行 里面内容很丰富 就省略掉了啊 同学们自己去把它补全 你今天晚上学完了之后 你想要去 爽女朋友的 你就写清楚 你要爽女朋友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把代码给大家呢 写清楚了 写清楚了啊 好 写清楚之后 把它部署去运行 部署的运行啊 那么我们回到PPT上来 那么PPT上要给我们讲什么故事 不呢 还是要讲点故事的 是不是 好吧 如果仅仅有这个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啊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啊 如果同时有很多人下单 同学嘛 同时有很多人下单 那比如说我们就是卖女朋友的 卖神器的这样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对吧 那我们很多程序员朋友 没有女朋友 那么怎么办 去买一个 到网上去逃一个 对不对 那是男朋友啊 男性同 男性程序员 如果是我们的女性程序员朋友 可能他需要一个神器 对不对 那么他也可以去逃 当然了 他逃的时候 就比我们男性同胞啊 要隐蔽的多 是不是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对吧 好了 那你看到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大量的并发请求过来 并发下单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同学们 是不是的 什么问题 这个订单编号 它能够唯一吗 同学们 能不能唯一 能不能 是不是的 在这里的话呢 同学们 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了 来 那么麦克老师的话呢 这个时候啊 带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有人告诉我了 不能够唯一 那么 大家看这地方 是有大量的并发请求过来了 那同时下单 那我要写一段代码来模拟这样一个场景 怎么写 会不会写 会写的同学呢 先画 这个火箭刷一堵的 好不好 这个要模拟并发变成了 模拟并发下单 我们是不是要去写一个多现成并发呀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我相信啊 我们很多同学知道要用多现成 但是他去写的时候 他写不出那个并发的效果来 是不是的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因为他呢 他知道我要去模拟一千并发 我就负循环创建一千个现成 完了呢 这里面是大特 但是呢 最后我发现 他们呢 不是并不是并发的 不是同时去下单的 是吧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也模拟一个 模拟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模拟的例子呢 其实很简单 并发数50 啊 那么下面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啊 我订了一个订单 订单服务 下面写了什么呢 for循环 for循环啊 来创建现成 创建现成啊 那创建50个 来new 然后start 启动了吧 是不是启动了 同学看到没有 那然后里面的代码是干什么 里面的代码啊 会呢 去调用这个订单服务下单 调用这个订单服务去下单啊 同学看了吗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麦克老师为了真真正正实现 并发下单 而不是顺序的下单 那么呢 我就要加一点控制 这个控制叫什么呢 叫做线程的协同控制 一定要记住了 协同控制 那我现在这样要求 这50个线程 大家都要同时去开启 这一个调用 那我怎么样大家开启 同时开启呢 那么我就一定要有个同步器 这个同步器我用的是什么呢 我用的叫做循环屏障 这个循环屏障呢 注意了给了一个数量50 那么这个50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下面代码 在这里就开启呢 用上了 你如果已经准备好了 打算要调用下面这句话的时候 请你在这里await一下 要干什么 等待其他的现场 也到达这个位置 如果别人还没有执行进来 是不是的 那么你就不要呢 提前去调这个了 你要等着大家一起来 这就相当于是你的好朋友 对吧 你们俩一起去大宝剑 他非得要等你 跟你一起呢 去分享 那一个漂亮的姑娘 对不对 这就看着看到了啊 有没有这样的好同志 去大宝剑的时候 还等你的同事的 有没有 要是我我就不等了 看这么漂亮的姑娘 我提前上了 是不是的 好了 那么大家看到了啊 在这里 在这里啊 我就用到他了 你要学会了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学会了 你不要以后 你直接把这种代码给他删掉 完了就呢 就这么去去进行并罚测试 那就错了啊 那不叫并罚测试了 好吧 老师有女朋友吗 老师有好多女朋友的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好 那么我们就通过他 就可以来模拟一下了 看他能不能得到 唯一的电单编号 一跑 他的结果就告诉我们嘛 这个麦克老师 最近感冒了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喉咙 现在已经发的 很严重了啊 讲话的声音 就有点嘶哑了 是不是 那么有一部分 是大宝剑的时候 认识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麦克老师 还是非常诚实地 告诉大家 做大宝剑 还是有作用的啊 这个我估计 我这个喉咙一直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大宝剑 没有去做啊 最近太忙了 没有去做大宝剑 那这个 今天晚上估计要去做一下 明天就好了 是吧 好了 那么同学们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呢 呃 我们调的是这个 order 社会的实现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加锁 啊 没加锁吧应该 啊 没加锁的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结果 现在这个结果呢 你看是不是到了50了 到了50了 对吧 到了50了 说明哎 没有重复 那是不是说明 我们的代码没问题呢 那么呢 这个不要提早下结论 还要呢 多去试验一下 是的 就像我们去做大宝剑 这个姑娘 她到底好不好 还是要多试验几次 才知道的啊 那么呢 一定要记住了 就像我们找女朋友 一样的 也要呢 这个多试验几次啊 日久才能呢 见真情 你不要呢 一下子认识三次 你就说哎 请你跟我结婚吧 那我认为你这个不行啊 太太太草率了 好吧 来 再来跑一遍啊 再来跑一遍啊 好吧 看她会不会出问题 哎 今天晚上啊 真的很给面子 她都不出问题了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哎 现在终于出问题了 我看到了 我没看到50 你看到没有 我没看到50啊 我看到的是什么 是49 但是这个里边 大家看到没有 立马发现出现了两个46 出现了两个46啊 对不对啊 出现了两个46 好 那么一看到这样的情况 同学们是不是一定知道 该怎么去解决它 是不是的 解决办法是 必须要加同步控制 不加就会出问题 同步控制加到哪个地方 有没有同学能不能告诉我 对不对啊 一定要加锁 加锁才是OK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呢 就告诉大家 我也准备了一个加锁的版本 加锁的版本啊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定义了一个锁 这个锁呢 我用的是并发包里边的 可重入锁 你看 今天晚上你来听麦克老师讲课 你还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 见到很多东西啊 那有同学讲了 加锁会慢吧 麦克老师告诉你 加锁真的会慢 因为加锁的时候 你和你的同事 不能够同时进到 那个公主的房间里去了 你必须得到外面等了 可能是你等 也可能是你的同事 在外面乖乖的等着 是不是的 你只能进去一个人 进去到里面爽爽爽爽爽爽 爽完了出来之后说 乖乖你进去吧 我终于爽完了 对不对啊 好吧 继续了啊 不能同时进去了 好了 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呢就看到 好 我用了一把锁 锁的话呢 下面代码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首先要取到锁 你才能够去调用订单编号的服务 是吧 调用完了之后 你得到订单编号 得到订单编号 说你要干什么 你爽完了 你要把它让给别人了 你不让给别人了 你就太自私了 所以你必须得要释放锁 必须得要释放锁啊 看到了吧 好 那么然后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就打印了 哎 下面代码一模一样 没变了 只是在获取订单编号的地方 加了一把锁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来用这个例子来跑 好吧 来用这个再跑啊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呢 大家呢 我把它这里改一下啊 不用这个 把它换一下 这个是用了锁的 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就换成它 是不是 换成它啊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里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跑 肯定就不会重复了 对不对 肯定不会重复了啊 如果还重复的话 那就说明加瓦本身就存在问题了 加锁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好了 我就不跑了啊 再跑永远也跑不出错误来了 永远都会到50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回到PPT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还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要发生 是吧 好了 那么呢 来 再往下我们来走 咱们来走啊 好 其他就去看了啊 如果单台服务器 无法撑起并发量 咋办 我现在布了一个tomcat 这个tomcat不争气了 是吧 同时来了一百个客人 他不接客了 他不干活了 是吧 他说哎 我只能接十个 你剩下的九十九 九十个 你找别人去吧 对不对 那同学们 怎么办 你是不是得想个办法呀 帮麦克老师想个办法 好不好 帮麦克老师想个办法 好吧 那么呢 在这里啊 通常注意一下 哎 有些人讲了 加七七 负载均衡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啊 那么在这里就画了呢 哎 注意看了啊 那么呢 我们加七七 来负载均衡 呆 是不是 这是刚才同学们 告诉我的办法啊 告诉我的办法 进行集取 你看 他们看的一 来了 他们看的二 也来了 他们看的三 也来了 甚至还有他们看的 恩 也来了 好吧 大家注意看了 每一个他们看的服务上面 部署的我们的应用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样的吧 同学们 是的吧 这才是集群嘛 对不对 那上面的话呢 部署的应用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来进行 接收订单的 对吧 前面还需要一个东西 负载均衡 好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们注意看了啊 那么当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那个老师问大家 此时订单号能做到唯一吗 能不能 思考一两秒 然后给我一个结果 能还是不能 是吧 一定要思考了啊 那有的人讲了 可以 有的人讲了 不可以 对不对 那么有不同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 我怎么去验证它呢 是想个办法了 我们如何来模拟验证 告诉我 现在回到代码上去了 这个场景 我们如何在刚才那个代码上面 来做一个模拟验证 一定要去模拟验证啊 你不能说光 光通过你的大脑说 不能不能 能能能 我要的是 一定要给我一个 真正确切的 验证的一个过程 那有的人讲了 麦克老师 你不一个恩吉克斯 叫他们开的齐群 那这个 这个验证过程 就有点复杂了 是不是有点复杂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 你完全没必要 你只要在这段代码上面的话呢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那么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做 就可以验证了呢 爱证人家两个县程 现在我五十个县程 你看到没有 大家注意看了 麦克老师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我把这一句话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句话 我给他一个位置 你到哪里呢 你到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我只是移了一个位置 我得移到这个地方 移到这里 是有什么变化呀 懂得吗 是有什么变化呀 是由原来我五十个县程 使用同一个order service 变成了五十个县程 现在是每一个人里边 都有一个order service 那正好不就是跟我现在看到的 PPT上面的那个是场景 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呀 朋友们看到没有 那你看每一个tomcat里面 都有一个order service 然后都有一个order code generate 是不是 那我现在呢 把它移下来 就模拟了五十个tomcat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 开启tomcat的NIO模式 那我要告诉你 我现在呢 tomcat都没有部署 我仅仅写了一几行加把代码 我就来模拟这个场景了 明白了没有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简化的 简化的啊 好 那么当我这么一改完了之后 到底是可以 还是不可以 那我一跑 结果一看 是不是就清楚了 来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运行一把吧 那同学们你猜一下 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到五十 现在有奖 进猜一下好不好 你猜对 猜对结果了 麦克老师今天晚上 他送一张五百元的优惠献给你 好不好 会不会到 会不会到四十九 会不会到四十八 是不是 会不会啊 会 不会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注意看了啊 待会这个结果 会出乎你的意料 那么这句话呢 好了 终于同学回答了 这个最初的印象都讲了 都不会到 很不错 最初的印象同学 你这个答案 已经被你猜到了啊 那么你今天晚上 你找我报名 好吧 找我报名 五百块钱优惠券啊 来 看一下 运行完了 同学们 你看 哇 真的都是一啊 为什么都是一呢 这个结果 能不能给出他的原因 是吧 能不能给出这个原因解释给我 为什么都是一 哈 好了 原因就是在这个图上面 原因是不是就在PPT上面呀 你看了没有 每一个订单服务 他都对应有一个订单编号生成类 对不对 你看到的啊 一定要记住了 每一个订单服务都对应一个订单编号生成类 你也有一个好吧 那你要去获取的时候 从他这里获 最先开始多少 零呢 你去获取一次 这里是一 这里是一 结果应该能够理解吧 为什么是一 对不对呀 好了 是不是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五十个重复 那么这个网站啊 没办法搞下去了 咋办 同学们 怎么办 对吧 怎么办 你是不是得找一个解决办法了 很明显 同学们是不是 不能够让大家都去拥有一个订单编号生成类 必须得大家都要用的是同一个 对吧 必须得先用同一个订单编号生成类 否则 你生成你的 我生成我的 那怎么可能做到唯一呢 是不是的 一定要记住了啊 你不能够去各自用各自的订单编号生成器了 你必须得用一个订单编号生成器 那我怎么做 对不对呀 这个时候大家就去看了啊 订单编号生成要独立成为共享的服务 你看 现在好 在这个tomcat上面 单独不一个订单编号生成服务 啊 然后其他的全都在调他 全都在调他啊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必须得这么搞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必须得这么搞了 哎 做成微服务 是的 你可以做成一个服务了 嗯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请大家注意看了啊 这个 此时订单会唯一吗 朋友们 此时订单会唯一吗 这个时候又要又要来净猜一下了 能不能唯一 是吧 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 那麦克老师问了 如何来模拟验证一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对不对 但是我要想个办法要验证一下 看到底能不能做到唯一 枷锁就会唯一 哈哈哈哈 好吧 如何来模拟验证 来 麦克老师告诉你了啊 这个模拟验证 还是在刚才那样的代码上面 还是在刚才那样的代码上面啊 我要来模拟这样一个部署场景了 是吧 怎么样来改呢 这个代码改其实很简单 大家就看了啊 麦克老师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只改一个地方啊 那改哪里呢 就改这个时间了 那么大家就去看了啊 原来是各自生成一个 现在变成什么呢 变成 加一个东西 加上这一个关键字 立马就变成了 共享一个了 是不是共享一个了 是共享一个吗 是的吧 这个这个如果还有疑问 麦克老师就对你的这个技术能力 打个大问号了啊 好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跑一遍 他的结果到底好不好呢 会不会OK呢 对不对啊 是不是 好了 来跑一把 跑一把 哎 让你们看 哎 50还是到了 50还是到了啊 是不是 来 再跑一遍啊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看了 哎呀 这个结果出过我的意料 居然 还是做不到唯一 居然还是做不到唯一啊 你看到没有 有时候能发现哪个地方重了没有啊 我一上来我就看见这里有个32 这里还有个32 你看到没 是不是重复了 哇 这又是为什么 这又是为什么 同学们 为什么 他就又重复了 能不能找到他的原因 是吧 难道是我们没有加索吗 加索了没有 同学们 同学们 加索了没有 爱一顿讲了 加上这个 呃 Wallet来修持 我告诉你 加Wallet没用 加Wallet没用啊 好吧 是吧 没有枷锁吗 枷锁没有 我们代码上面有没有枷锁 首先我要告诉交 我要给大家确认一个事情 代码上面有没有枷锁 对吧 枷锁了没有 是不是啊 好了 有人讲了 要在那个地南边号生成那上面枷锁 但是我们确实没在那个上面枷 我们在哪个上面枷了呢 我们在这个 order service上面 加了锁 它上面是加了锁的吧 好 这个我给你确认一下了啊 加了 在哪里 我把代码给大家看一下 啊 不代码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呢 代码在这里 你看 锁 lock trylock 是不是啊 你看到没有 我们确确实实加了锁 但是 没用啊 为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在这里加个锁 没用 对不对 你一定要能够解释清楚啊 哎 同学终于把答案告诉我了 不是同意把锁 是的吧 你看到没有 这里是每一个订单服务 他都自己扭了一把锁出来了 是吧 那么他们就是各自使用的各自的锁 哎 你使用你们家的锁 我使用我们家的锁 最后你说我们俩要锁住同一个姑娘 能锁住吗 同学吗 锁不住啊 是不是的 你呢 上的是你们家的锁 好了 在这里话呢 大家注意了 那有同学就讲了 麦克老师 你把它改成内锁啊 我把它这个东西加一个static 修饰一下呀 是不是啊 像前面一样的 我加一个static 修饰一下呀 对不对啊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告诉我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就OK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 当我们把它改成static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代码一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但是 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场景下面 我们是在集群的场景下面 注意看了啊 都是什么 你即使改成了static 有用没有 有用没有 没有用 是不是啊 没有用啊 麦克老师来告诉你啊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你就可以完全在这里来理解一下 那 并法请求过来 负载巡横 我在这里 发几个请求给你 发几个请求给你啊 同时 发一些请求给你 那么这些请求进来之后 都会被这一把锁控制 一定会被这把锁控制 对不对啊 但是 你想一想 这个并法请求 它也有可能会发到这里来呀 它也会发到这里来呀 那么它上面 它是可以被这一把锁控制的 是不是啊 但是你这样看一下啊 同学们看一下 你控制完了之后 它这里发一个请求过去 它这里也发一个请求过去 那么对于这个 他们看来讲 它上面这里是同时就会有 多个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做不到唯一的原因 在这里 看到了没有 即使你把它搞成 Static的 它也只能够管到 你这一个TOMCAT 它管不到下一个TOMCAT 啊 明白了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GVM锁 它只能够控制到 一个GVM进程里边的线程 它控制不了 别的GVM进程里边的 那你想一想 我做到TOMCAT 可能部署在机器一上面 是吧 它可能部署在哪 机器一上面 它可能部署在机器二上面 你说你能控制到它呀 是不是啊 你说 你家的锁 锁完了之后 你能控制 让我不用回我自己的家呀 这是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好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的啊 那么此时我们需要的是个什么呢 需要的就是要一个分布式锁了 需要的是一个分布式锁了 同学们 即使加Sstatic也没用 也没用啊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的是一个分布式锁 这个分布式锁 它呢 是怎么样来限制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分布式锁 它是独立出来的 独立出来的 独立出来的啊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继续看了 大家继续看了啊 来 所有的订单服务 你可能都是每一个啊 这里对应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Tomcat 他也是一个Tomcat 我不管你多Tomcat 你们是否在那不同的机器上面 我都不管了 但是你这样知道 他有这么多订单服务 摆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大家都要下单的时候 都必须要去抢这一把 在远处的分布式锁 好 那抢到这把锁的 比如说他抢到了 他就有资格去掉它 明白没有 他就有资格去掉它啊 在这个话呢 即使话反了啊 他就有资格去掉它 好 他掉完了 你用完了之后 你得把它释放了 这样子的话呢 其他的服务再又去抢这把锁 他抢到了 他再去掉 他就再掉啊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分布式锁 哎 同志讲了 麦克老师怎么模拟啊 那么麦克老师告诉你了 我们待会就要去实现它了 就可以模拟了 就可以模拟了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啊 那么如果你现在说要去模拟 没办法模拟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提供 这样一个分布式锁啊 是不是 好了 那我希望你明白到了 明白到了啊 那么到此 麦克老师啊 就给你总结一下 分布式锁的用途 在分布式环境下 协同共享资源的使用 好了 记住这一点啊 那么在分布式环境下面 协同共享资源的使用 只要你是在分布式环境下面 只要你是有集群的地方 就要考虑 要不要用分布式锁 麦克老师告诉大家 你的代码 原来在单单一用的情况下面 加了锁的 当你变成了集群之后 你90%的情况下面 就有可能要考虑 这把锁必须得用 分布式锁了 听明白没有 麦克老师刚才 是不是给你一路演示过来的 原来 我在我的单一用的时候 加一把锁 我的代码跑得很溜 但是当我的并发量一大 我不得不采取集群的时候 我发现 我原来那把锁失效了 失效了 是不是的啊 必须得改用 分布式锁了 啊 那原来单体的锁要改吗 你看到了 刚才麦克老师给你演示的那个过程 是不是单体过来的 单体变成了集群 锁失效 锁失效了啊 结果不对了 是不是的 请大家注意了啊 请大家注意了 这个就是我带你一路思考过来的 一路走过来的这样一条 你必然可能会要踏的 要踩的坑 是不是的 好吧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呢 要再问大家了 为什么要用分布式锁 这个答案 你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没有 应该要找到了吧 能不能回答出来了 在分布式环境下面 对吧 GVM的锁是没有办法去协同 多个进程中的 资源 共享的 所以 必须要用 分布式锁了 请你一定要记住了啊 这就是我带你理解的过程 以后 我希望你 不要再对分布式锁 感到 陌生 感到迷茫 感到疑惑了 好不好 在这里的话呢 接收到这里的同学 游艇火箭刷一步看看 啊 麦克老师说过了 麦克老师上课 一定要让你 从你已有的知识 引导出 未知的 让你明白 里面的原理 啊 好了 那么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咱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 第二节内容 那既然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必须得要分布式锁了 那我们就想办法 去要搞一把分布式锁来 对不对 那么分布式锁 它的实现方式 有哪些 记住了啊 这个麦克老师 也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我要带你再一次 来做一次思想的升华 教你怎么样来思考问题 好不好 来 好 分布式锁 是思路分析 思路分析啊 请问 锁具有什么特点 你看 麦克老师不会去百度说 我要去找一把分布式锁实现 啊 麦克老师呢 一定会首先去误误 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需要一把分布式锁 那我要 我要想一下 我要自己去写一把这样的锁 那我要去考虑一下 这个锁 它具有什么特点 哎 那么有同学回答了 锁具有排他性 还有没有别的呀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注意了啊 那么你要去 你如果说答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就要去想一下了 这个锁 分布式锁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Java里面有锁呀 Java里面有同步关键字呀 刚才我还看到了 这个Edge的Lock呀 那么Java里面 这个锁 它有什么特点呢 你是否知道 还是说 你在学习过程中间 你只是学到了 可以用锁控制同步 对吧 但是你没有去想过 这个锁 它到底具有什么的一些特点 在这里 是不是有可能东西 不知道 哎 又有一个同学回答了 可重入 很不错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回答出两个特点了 两个特点了 还有原子性 哈哈哈哈 原子性 好吧 那么在这里 我把答案给大家在那揭晓 第一种 就是排他性 排他性啊 那就刚才同学回答的 那同时 大家都去竞争 只有一个县程 能够获取到 获取到之后 他就用 用完了 你要释放出来 大家再去抢 第二个特性 叫做阻塞性 其他未抢到的县程 阻塞 直到所释放出来 大家再去抢 意见对不对 这是他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 就是可重入性 现场获得锁以后 后续的执行代码里边 又要再一次获取这把锁 是可以获得的 叫做可重入 如果不能够获得 是不是就失锁了 同学们 是不是的 我现场已得到把锁了 但是我里面的话呢 我还想要再去获取 怎么能够获取 当我这代码掉了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里边 他上面也写了这样一个获取这把锁 那么就必须要可重入 好吧 理解了没有 理解了没有 可重入应该能理解了吧 如果不能够理解 你就把它想成 你没有女朋友 然后呢 你在这个百度上面 在这个淘宝上面去 租了一个女朋友 租完了回来之后呢 你可以进入 然后的话呢 很爽 爽完了之后你还给他 还给他之后呢 你想还再进入一次 可不可以啊 可以 继续进入啊 好吧 在这句话呢 请大家注意了 那么我们 知道这样的特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找对应的东西了 找这东西了 大家就去看了 麦克老师又要问大家了啊 又要问大家了 我们掌握的计算机技术中 有哪些能提供排他性 找赶紧找 开动脑筋想一想 你所掌握的计算机技术里边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提供排他性的 我现在要实现分布实属了 是吧 好了 你看到脑筋啊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答案 不是我全给你的啊 是不是 所以我说了 你上我的课 一定要跟着我来思考 那么这个思考过程 我希望你学会 有人讲的信号量 是吧 还有没有别的呢 组件约束 数据库很不错 对吧 组件要求为一 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具有排达性啊 我同时往里面都插入一个一 不可能的 插不进去的 只有一个人插的成功 对不对 还有叫全织变量 同步关键字 是吧 好吧 那么大家看到了啊 你是不是也还是有了解 了解了不少 你告诉我 还有radius 的NX 对吧 好吧 那么在这里 没有给他告诉你 有哪些 来看一下 我问一下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些你是不是掌握到了 掌握到了啊 好吧 第一点 文件系统 请问一下 文件系统 具不具有排达性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你想一下看 你能不能创建 同名的目录 或者说 同名的文件呀 能不能 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我要创建一个 同名文件 能创建成功吗 不可以 创建不了 这就是排他性 是不是的呀 啊 一定要记住了啊 好 刚才同学们讲的 数据库里边的 组件 它也具有排他性 你不能两个组件相同 违约数 也有排他性 对不对 还有 for update for update 能不能提供排他性啊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是不是啊 因为for update 本身就是利用了 锁住了这个表 然后的话呢 别人必须得 获得这把锁 对吧 好了 一定要记住了 这是数据库里边提供的技术 好了 当然能讲了 缓存的radius 也可以 它里面有个操作 叫做set not existence 对吧 这一个 也能够提供 排他性 是不是 那么当不存在的时候 就可以放进去 但是如果存在 放不进去 那 这就是排他性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大家记住了 那还有没有别的 有 zo keep 大家看到没有 zo keep里边 也提供了一个 类似文件系统的 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它里面有一颗节点数 那么节点数上面呢 就跟文件系统的目录数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不能出现聪明的 不能出现聪明的啊 对不对啊 那有的人家呢 map的key也可以 是的呀 它也具有微信啊 你只要保证它放不进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了 那么在这句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那么你要找到 哦 我要找一个东西 它就有排他性 那么我就可以基于它 我来实现分布室所 是不是 对的吧 好了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跟着麦克老师来思考的 要思考的啊 好 那么常用的分布室所实现的技术 有三种 第一种 基于数据库来实现的 那么数据库实现啊 那么它的这个性能较差 容易出现单点故障 所没有失效时间 容易死所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少我们会采用的数据库的啊 来实现分布室所 好吧 那么第二种方式 就是基于缓存来实现分布室所 大多是基于radius来做 它的实现稍微复杂一些 实现稍微复杂一些啊 在这里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它呀 存在思索的可能 注意了 它是存在思索的可能 或者说呢 它有可能是短时间思索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边一样的 你把这个数据放上去之后 它最多可以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那么在这个过期时间里边啊 如果获得锁的那一个啊 应用 它挂了 挂了的话呢 它就必须得等到那个过期时间 这把锁才会被删 这个数据才会被删掉 才会呢 解除锁的模式 所以呢 它是存在思索的可能的 好吧 那么第三种方式 是基于zo keep来实现分布思索 那么基于zo keep来实现呢 它的实现相对简单 相较于缓存来说 它的实现要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啊 而且它的可靠性高 可靠性高啊 那么呢 它不会出现思索 它不会出现思索啊 同学们 为什么不会出现思索 后边我会告诉你 还有它的性能也较好 当然 在这里 缓存和zo keep 它们的性能都还是不错的 都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面 会选择缓存 和zo keep来做 分布思索的实现 好吧 在这里 我希望你呢 就要接收到了 为什么我们用它 对不对啊 是不是的 好吧 OK了啊 那么第三个内容 我们要来基于zo keep 实现分布之数 你看 麦克老师从为什么 到 这个啊 原理分析 再到实现 把整套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问题的 分析问题的思路 交给你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做实现 做实现啊 那么实现的过程 就是要利用 刚才我们找到的zo keep 来做 是吧 那么在这里 有半个老师想问一下啊 啊 有时候想来上个厕所 你去上吧 因为我们接下来讲的是zo keep啊 会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zo keep 上完了 回来之后 你正好就看到 我们用zo keep来实现分布 入所了 这个大餐 你还是没有 没有啊 没有漏过去 是的 好吧 来 来 那么zo keep啊 熟悉的同学 用过的 了解过的同学呢 请你敲一个E 没有了解过的同学 请敲个啊 好不好 让我看看有多少同学 是对这种技术啊 呃 那不断的去追求的 好吧 还有多少同学 是没有赶上这个技术进步的脚步的啊 如果你没有赶上这个技术进步的脚步的同学啊 那一定要去好好提升你 好好提升啊 好不好 不然真的 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了啊 这个危机感还是要有的 危机感一定要有啊 吧 你不能仅仅是在你呃 刚从学校毕业或者刚从培训机构出来之后 那停留在那个技术水平 没有再去学习新东西 那这个真的很危险 同学啊 是不是 好了 了解一点点是吧 了解一点点就够了 我告诉你了 这个东西很简单 ZoKeep真的很简单啊 太简单了 太简单 啊 对吧 这个ZoKeep啊 那么呢 在如何同学学过这个大宝框架 那么他可能就知道了 大宝里面用ZoKeep来做注册东西 对不对 好了 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啊 以后同学不了解 ZoKeep它是一个分布式的 开放原码的分布式应用程序协调服务 记住了 它是一个协调服务啊 它是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干什么用的 用来进行协调的 用来进行协调的啊 好吧 那么它是Hadoop和HBase里面的重要组件 因为它们两个里面啊 需要用到它来做协调 协调它里面其他的节点 来一同啊 协同工作 好 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呢 大家能了解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啊 那大家看到了 Megler告诉你 画这个图上面 你首先看到的一点就是 它里面的数据结构 它里面的数据结构啊 那么呢 是节点数的数据结构 Zenote是一个跟UNIX文件系统相似的节点 在这个轮上大家就看了 它就是一个类似于UNIX 或者说是Linux 里面的那种木路数 你看 从根节点开始 在这边啊 这里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数型结构 数型结构上面的每一个点都叫做一个Zenote 叫做节点 Zenote啊 在这里 Zenote指的就是这里面的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 看到没 好吧 那么这个节点首先一定要记住了 从根开始 这个根 Glinux文件系统的根 是一样的 是吧 大家注意看了 它里面叫节点 叫节点啊 好 每一个节点 它都是有名称的 来 这是根节点 这个是叫做Glooper Members 下面的话呢 有很多节点 很多节点 你可以去创建很多很多的节点 啊 那么每一个节点上面 它是可以存储数据的 存储数据的啊 你的节点上面你可以存储数据 节点不光有名称 它还有很多其他信息 它上面还可以存储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用Zenote KEEP来做注册中心 在大宝里面对吧 大宝里面 我作为服务的发布者 我得要把我的服务的这个地址要告诉别人 那我就把我的地址写到Zenote KEEP的一个节点上面 别人的话呢 去取到这个节点 他就知道了啊 这个服务长沙的天上人间有提供 而且很棒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得一定要记住了啊 这个很重要 它可以放数据 它可以放数据啊 好不好 那么有同学 麦克老师 我还是不理解 不理解没关系 你打开你的文件系统 打开你的文件系统啊 同学们 大家看到没有 我在这里给你看一个实例 你就看清楚了 我点开它 那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的什么 看的更真切 你可以看的更真切 对吧 我打开它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东西啊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个什么 有个目录 这个目录上面是不是有属性啊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节点吧 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也是有很多信息的 你比如说它的类型 位置 大小 照样空间 创建时间 等等 这些都是信息 这些都是信息啊 好不好 这个你就理解就可以了 我给你拿 简单的呢 说一下 说一下啊 好不好 那么我相信你应该 已经理解到了 哇 原来就是这么一个 节点数而已嘛 数上面 每一个节点 都是有个名称的 那么这个名称 有什么特点没有 不能够 从名 同一个 节点下面 不能够出现 同名的 子节点 当然了 你家里可以有一个名 有一个小朋友 叫做这个迈克 对不对啊 那么他家里 也可以取个叫迈克的 这是没问题的 注意了 是两个家庭上面 是可以有的啊 好吧 你要记住了 这是第一点 你要掌握到的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 通过客户端 可以对 Zenote 进行 增山改查的操作 还可以注册watch 来监控 这个节点的 变化 同学们 那有同学问我呢 这个ZEK的 起节点 适合来 存储大一点的数据吗 你这个所谓的 大一点是多大呀 我想问一下 你要是 从这个简单的文档 我可以告诉你是可以的 对吧 你说你要存储一个 几十兆的数据 那我告诉你 这没必要了 没必要了啊 因为他只是一个服务而已 那么呢 你不要存储 不要把几兆的数据 作为一个节点 放到体点上面 有这个必要吗 你要硬放 也是能放的咯 只取下来也慢嘛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在这里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好 大家注意看了啊 刚才第二点里面讲到了 客户端 客户端啊 他可以对节点进行 增山改查 他还可以监控这个节点 比如他 很想要知道 这个地方的人 他出来了没有 是吧 你要是出来了 我就好进去享受服务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注册一个监梯 他时刻刻的关注着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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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包房 对不对 不是关注这个包房啊 这个包房怎么一打开 哇 出来了 我就可以进去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话 一定要记住了啊 这是他可以注册一个watch 当然 后边 麦克老师会告诉你 watch到底是呢 怎么一种情况 代码演示给你看 好吧 现在你记住了 他有这样的特性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 还得了解一下 ZoKeep的节点类型 那么ZoKeep里边 这个Zo的那个树上面的节点 它还是分类型的 分成什么样的类型呢 来看一下 分成的叫做持久节点 持久顺序节点 临时节点 临时顺序节点 哦 那么大概我就知道了 这里有所谓的持久和临时的概念 对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持久 什么是临时 那从字面意思能够理解 持久持久 就是一直会存在的 临时临时 临时放在上面的 那什么时候它不见了呢 对不对 从字面意思 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要反问 要问一下为什么 对不对 好了 还有就是 里面有一个顺序节点 那就是还有不顺序了 对吧 那什么是顺序 什么是不顺序 顺序节点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在这里 麦克老实话 就给你来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 好不好 那么就继续了 同一个Zo的下面 节点的名称是唯一的 不能够出现聪明 不能够出现聪明啊 好吧 那么我来开启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我告诉你啊 自己去下一个Zo Keeper 很简单 开箱即用的 你下下来就是一个Zip包 就是这个Zip包啊 直接解压了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当然 前提条件是 你的JDK 你先装好了 它是用Java写的 它是用Java写的啊 好吧 免安装 就是一个Zip包 跟他们开的一样的 下车来解压 然后就可以呢 到它的闭幕录里边 去通过它的启动脚本 起起来 好吧 那么在这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无计同学的话呢 还是想要看一下 想要看一下的啊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来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在哪里有呢 我习惯把我的软件啊 全都装到这个地上 装到这里啊 那你看到没有 哎 我找到我的Zo Keeper 这鬼在哪里啊 在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几天晚上之后 你看 Beam Configure Libro Docs 那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跟我们的Tonget 字幕录很相似的 在Beam目录里边 你会看到 来 这是服务的 启动脚本 啊 Windows上面用它 Linux上面用它 还有一个东西 叫客户端的脚本 他给你提供了个客户端 可以让你呢 直接连上去去看一看 你的这个服务器上面的节点 是什么样子的 是吧 同学注意一下啊 好 那我专家 老师 你为什么不用Linux环境装 我给你上课 我还一定要整个Linux环境吗 是不是的 没必要了啊 是吧 自己去 自己去装就可以了 直接解压就可以运行 那你在Linux环境上面 是不是也是解压就可以运行了 对吧 好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 就要把它刨起来 把它刨起来啊 来 大家注意看了啊 我这个时候的话呢 从它来跑啊 我放到地旁下面 啊 走keep 我直接就到闭幕路去了啊 我直接到闭幕路去了 闭幕路里面有什么 刚才我给你看到了 我现在把它刨起来 那把它刨起来啊 直接回撑 好了 现在已经 我的走keep 服务已经刨起来了 那么大家注意看 它这里告诉我们了 那可以连接了啊 外界都可以连进来 连接端口是多少呢 2181 连接端口是2181 看到了吧 好 那然后 你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客户端吗 那我就客户端连上来看一看 它这里面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数据 是不是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再开一个 命令 好 好吧 等着去看了 我再开一个 开个进来的话呢 我来做一个啊 事情 好 我要把客户端开起来 是吧 进来之后 ZK client 好 因为我连本机 所以我不需要指定这个地址和端口啊 默认的全都是 好 现在已经连上来了 连上来之后 它就有一个这个命令行操作 你看到没有 ZK打头 然后呢 我想要去看 那么刚才我讲了 它是一个类似于Linux的这种目录数 对吧 那么Linux里面的这个目录操作命令 还记得吗 有什么 比如说我看一下某个目录下面 有什么样的子目录和文件 用什么命令 是吧 在这里是一样的 啊 Ls 但是Ls在这里要加个东西 加个斜杠 斜杠 斜杠买什么意思 表示我要去看一下根目录下面有什么 我要去看一下根目录下面有什么啊 好吧 大家看 根目录下面我们看到有 做keep 有mic 有大宝剑666 还有列的easy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呢 就列出来的就是根目录下面有什么 有什么节点啊 有什么节点 好吧 那么我要创建节点怎么创建呢 好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创建一个持久节点 创建的命令很简单 Click it Click it啊 那你要创成节点 接下来就把节点名称给我写上 那节点名称一定要从这个根开始 一定要从这个根目录开始啊 那么呢 记住了 那么我在这里的话呢 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公主吧 个 好吧 那么个 这是一个节点名称 我还想给他指定点数据 怎么办 空一个 接下来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个 长得很溜 是吧 好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个节点就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啊 那么 我认识讲 麦克老师 我想要获取一下个的数据 看他呢 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怎么办 get get啊 你看到没有 指定一下名称 这个时候我们就取到了 get66666的最后点啊 一定要记住看了啊 get 我就取到了 那我如果想要改一下他 能不能改 能改 改是什么呀 同学们 set 改是set啊 set什么 这个个 给个值 比如说 这个个呢 长大了一点 八八八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的值就变成了 八八八了 八八了啊 好 那么在这里 你还会看到一个值 看到一个什么值呢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什么 有个data 这个version变成一了 原来他的data文字叫什么 叫零 他 他还有很多别的属性 是不是 OK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注意看 那我要把它删除 用什么命令呢 是不是delete 是不是delete 好了 删除就delete了啊 我这里不删了 那么在这里大家看到了 我创建了一个个 这是一个持久节点 那我要创建一个持久 是顺速节点 我怎么创建呢 注意了啊 colleate 杠 s 表示顺序 表示顺序啊 然后呢 名称 名称啊 比如说我要在个下面创建一个 个上面创建一个啊 好吧 那么大家注意看了 哎 同样给点数据 给点数据啊 9999 好吧 那么大家注意看了啊 呃啊 这个写错了啊 不是这么创建的 加一个 加一个写杠啊 这样子你会看到呢 他不是不是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啊 来 现在再来看一下 哎 那么我会看到 go 000000 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go 000000 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顺速节点 在哪里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ls 写杠 go 我要看一下 个下面有什么 好了 你就看到 个下面已经有一个 000000节点 那么再创建一个 可不可以 再创建一个啊 你看到没有 990 你看 变成了1了 变成1了 再创建一个 就变成了什么了 变成了2了 我要创建了啊 是不是 这个就是持久顺度节点 好 那么什么是平时节点 我再创建一个 我再看一下 quartate 杠 1 那就表示我创的是 临时节点 好 那么 取一个啊 temp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临时节点啊 88888 好 这个temp已经创建好了 有没有 有 你懂 那个老师 你别骗我 有没有 有 大家看到没有 temp在这里 对吧 你知道 那么什么是 临时顺度节点 那你要创建的话呢 直接就是 quartate 杠1 杠S 是不是 由他们两个 来指定 啊 那比如说 我要在 个上面创建一个 啊 值的话呢 给个55558 创建这么多 记不住啊 不需要记住啊 这个东西 少了个什么 少了个写杠啊 少了个空格 加个空格吧 到哪里了 少了个空格啊 好 那你看到没有 03 03 那 听到没有 03 就是他的节点 03 02 01 23 那你看到了 我创建了 三 四种节点 都给你创建了 四种节点 都给你创建了 啊 好不好 那么 所谓的临时 临时 他到什么时候 就没有了呢 是不是很想知道了 好 在这里 麦克老师 现在要 断开我的客户端了 我要退出来了 我要退出来了 老师 没看到没有 我quit 好了 我现在已经 退出来了 我已经没有 进客户端了 我在地盘 这个路径下面了 你看到了吧 好 到时候的话呢 我再来登录一把 再连一把 看一下 再来吧 看一下啊 好吧 连进来 我要看什么 我要看那个 临时节点 还在不在 看连进来还在不在 LS 写一杠 大家注意看 Tip N 在不在 Tip N 不在了 不在了 到下面 还有没有 是吧 我们发现 三号节点 也不见了 那么 所谓的 临时节点 在什么情况下面 它会没有了 那我告诉你了 你自己主动 把它删了 肯定也没有了 那么当你的客户端 断开连接之后 那临时节点 只要是被他 创作的临时节点 都会消失掉 都会消失掉了 好吧 这个请你记住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 跟你介绍这些东西 接下来我们的 ZoKey本本部之所 就必须要用到他们 必须要用到他们 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 希望你 希望你接受到 接受到了 接受到了 好吧 那么删图是什么 面对Delete 删图就Delete了 继续了 我就不在这里删了 你自己去试 但是我告诉你 删目录的时候 删这个贴点的时候 贴点下面 不能有直接点 不然是删不了的 必须得把子清了 才能删负 好 999是值 对的 999是值 嗯 名字和值 名字和值啊 创建节奏的时候 一定是要指定名称和值的 三组是Delete啊 记录就OK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 我们的PPT上来 PPT上来啊 好吧 好 那么ZoKeeper 它的典型的应用场景 在这里 麦克老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好吧 做一个普及 做一个普及啊 第一点 它可以做数据发布订阅 配置中心 第二点 可以做命名服务 第三点 可以进行Mask的选举 第四点 可以进行集群管理 第五一点 可以做分布式对立 第六一点 可以用来做分布式锁 好了 记住了啊 那么今天晚上 麦克老师教给你的 是第六个分布式锁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前面五个的用途 那么你就可以关注啊 我们的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的 微专业 那么在这个专业里边 你将学习到ZoKeeper的 全部的典型的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啊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告诉你了 一定要呢 去知道 在哪个地方 可以去学到全套系统的内容和技术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分布式锁 ZoKeeper 我们已经了解了 我们就在想了 那我们用ZoKeeper的什么 来实现分布式锁呢 特性 是不是有个特性啊 叫做同复的子节点 不可以从明 不可以从明 同复的子节点不可以从明啊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特性 来实现分布式锁 那么他的这个逻辑 是什么样子呢 当然就去看了啊 那么实现这个的逻辑是 你的加码代码里边 你去写代码 写代码的话呢 这个锁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你去猜 去 去获取锁的时候 首先进来之后 注意看了 去获取锁 那么这个获取锁 是干什么呢 就是创建一个节点 注意了啊 那么同样的 大家都是来进行订单编号 获取的 那么你们去创建节点的时候 都要创建的是同一个目录下面的 同名的节点 是不是的 必须得作出这个规则啊 你不作出这个规则 你比如说 他们开的一上面的 你就创建一个节点 他的名称叫他们开的一 我是创建一个节点 我叫他们开的二 那我们俩就不具有排他性了 是不是的 所以你进来创建节点的时候 应该是要创建同一个节点 同名的节点 是吧 是同一个节点 好吧 那么如果你创建成功了 那就表明你获取锁 或者说啊 或者说 你就可以去跟姑娘相会 会完了之后 你要释放锁 这个释放锁怎么释放 请你们那个节点创了 请你们那个节点创了啊 创了 那么呢 注意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跟那些失败者 发出一个通知 你看看 通知换行 那么这个通知换行 就怎么来的呢 注意看了 这个句话啊 我们回到这个失败者一条路上来 失败了的 你要注册一个该节点的watch 然后你就阻塞自己 阻塞自己 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他来通知你 啊 我爽完了 请你们来抢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醒来 醒来之后呢 你要干什么事情 取消watch 然后自己再去尝试去抢 抢的过程 就是你去创建 你成功了 你就进去 没成功 继续回来走这一条路 看到了吧 啊 那么在这里 同学们看到了啊 我们呢 就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 那么在这里 又讲到了一个watch 那么接下来 麦克老师给你演示一下 什么是watch 这个watch 干啥用的 为什么能够呢 这个有用啊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写了一个代码 叫做ZK的watchdemo 那 那么我们要搞这个事情 要搞这个事情啊 我们必须得 要连到我们的Zokip服务上去 那么我们就需要呢 跟Zokip相连的 这么一个客户端的代码 对不对啊 那么你自己写吗 不写 那我们去引入一个架包 这个架包在哪里呢 有很多 Zokip本身 它的这个Zip包里边 也有 但是在这里 麦克老师告诉你啊 这一个 这一个啊 很好用 很好用啊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去用一下 可以去用一下啊 我把它呢 发到大家的这个公屏上面 好吧 那么 那么这这块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他做了最多 只能输入120个字符啊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全的 那么呢 你就知道是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啊 好吧 好了 OK OK啊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回到这个代码上面来 不是那么上来啊 那我就直接用到了它的API 首先 我要创建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要连到 我们的Zokip服务上去 这就是Zokip服务的连接地址 以及端口 好 然后呢 我还做了点事情 这个事情干什么呢 是给它设置了一个序列化器 那么为什么要设置一个序列化器呢 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网络传输 里边的数据 它是需要进行序列化 和反序列化的 所以在这里需要一个 当然 难道这个客户端里边没有提供默认的吗 有 有啊 那么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默认的可能呢 不适合你用 那咋办呢 我们就拿自己实验一个 这个也是很简单 你看 两个方法 一个是反序列化 一个是序列化 那么这个反序列化就是 Zokip发过来的数据 它是以字节的方式发给你的 发给你之后 那到底这些字节要转成什么 只有你知道啊 是不是 你可能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字符集 要转成字符串 那你就指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在这里 我实际上一个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呢 把它全都搞成了什么 字符串 你过来 我就按照这个UTF-8的字符集 我来给你转成字符 转成字符啊 好吧 那么得到的都是字符 字符串 好吧 那看到了啊 那么这个序列化的过程呢 就是得到它的字节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我就给你简单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 然后 大家注意看了 我要注册 注册啊 我要注册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Subscribe Data Change Data Change 好吧 大家看到没有 我要订阅一个数据的改变 那么我要订阅的是谁的呢 订阅的是麦克A这个节点的数据改变 数据改变啊 好吧 那么 当数据改变之后了 我应该怎么样通知你呢 请你给入一个Listener 你看到没有 监听机制出来了 Listener 这个Listener里面有两个方法你要提供 当然了 你感兴趣的是哪一个 你就写哪一个 两个都感兴趣 两个都写 两个都写啊 好不好 那么大家就先看了 一个方法叫做 Handler Data Deleted 也就是处理数据被删除的 也就是这个节点被删了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处理 下面看到了啊 好 下面是Data Change 那这个数据比改变了之后 你想要做什么处理 是吧 那么大家就看了 现在麦克老师的话呢 还在下面写了一个Sleep 这个Sleep干什么用的呢 对看了啊 我让他在这里睡 1000乘以60乘以2 就是睡两分钟了 对不对 睡两分钟啊 那为什么要睡两分钟呢 睡两分钟 方便我去到后台 去操作这个节点 让他发生一点改变 那这样子 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的结果啊 是不是 好了 现在我把它跑起来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Watch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奇的东西 它可以监控到 另外一台服务器上面的 数据的改变 注意看了啊 监控的是另外一台啊 是ZoKeep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啊 那么你要看的时候 请你要注意了啊 你要盯着看的是下面这个输出 输出啊 好吧 接下来我来操作它 我操作它啊 那注意看了 我现在已经呢 连上来了 这个啊 好 首先看一下 Mac下面有没有A这个节点 Mac A Mac啊 好吧 大家注意看了 在Mac下面 当前是没有这么一个节点的 那我给他创建一个吧 给个值 发发发 好吧 同学们看到这里没有 这里是不是出东西了 下面出东西了啊 一定要注意看了 收到节点数据变化 888 立马就收到通知了 监控的好及时啊 好 好 改一下值 好 改一下值 Mac A 999 你看立马又收到了 立马又收到了啊 那么我再来把它删掉看 Delete Mac A 你看了没有 收到节点被删除了 那么 你说 你说操作这个节点 我立马就可以获得对应的通知 太重要了 为什么重要 因为当我去抢锁的时候 我抢不成功 我就得阻塞啊 但是我阻塞了 我怎么醒来呀 是不是问题来了 那么有了这样一种 握持机制 当我监听到 监控到 你这个节点被删了 我就可以唤醒了 是不是的 同学们 是不是这个很重要 让我重要的同学 先挖刷起来 火箭油艇刷起来 好不好 好了 那么我呢 就可以来用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洗我们的 风布施锁了 先风布施锁了啊 好吧 好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要问大家了 用持久节点可以吗 同学们 现在这里看 要创建节点 那么我们去创建持久节点 可不可以 思考一下 这里面四种节点 我创建持久节点 可不可以呢 是吧 有些人告诉我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给我一个理由 是吧 有些人告诉我 应该创建临时的好 是吧 好的 那么呢 你要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 万一只有锁的进场 挂了 谁去删呀 没人会去删这个节点 没人去删的话 那999个朋友 想要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 都进不去了 就相当于钥匙丢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的 这是不行的 那我们就用什么 用临时节点 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的 临时节点你挂了 对吧 挂了没关系 挂了你那个临时节点呢 以后被删除 同样的我会收到通知的 那么我就可以呢 唤醒了 唤醒了啊 是不是的 好吧 在这的话呢 没有了就告诉你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来实现了 就可以来实现了啊 同学们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来实现了 来实现了啊 好吧 那么这个实现 我想问一下大家 让你去实现 你会呢 考虑什么不 你会考虑什么不 同学们啊 大家看了 现在这个代码 已经写好了 都是已经写的完成了 当我们变成 这个 集群的模式之后 我必须要把它改成 封部室所 那么这个代码 你会去怎么去写 啊 那就是看了 原来这个 我们是用锁了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那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 这个代码 我们尽量不要去改变它 就是我们已经写好的 这个逻辑 不要去动它 要动 你也只要动 这一个地方 换一把锁而已 是不是的 换一个锁的实现而已啊 同学们 是不是这样子的 认可这样的观点的同学 请你呢 再一次 给我刷一个游艇 好不好 一定要记住啊 同学们 我们去写代码 一定要去考虑到 复用 考虑到 少改变 是不是的 你说你引入一个封部室所 你还得让我把这个代码 给我改变 不能这么去写了 那就不对了啊 那就不对了 是不是的 好吧 那么既然不变 那么我们的封部室所 是不是要实现这个接口啊 是不是的 那么这个lock接口 曼可老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啊 好吧 那么lock接口里边的方法 其实呢 很简单 只有一个lock trylock unlock 是我们必须要呢 去实现的 其他的叫做lock interruptively 那这个是可中断的啊 好 下面还是trylock 是可以等待多长时间的 我们在这里 来一个简单化的实现 那么我们就实现lock trylock 和unlock 三个方法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我直接就把我们的实现代码 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不再去呢 大家手写了 代码的逻辑 我已经把这个流程图画给你了 然后 我带你来看一下 这个逻辑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好吧 在这里画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首先 这个里面定义了一个锁的pass 一定要注意了啊 那么大家都要用同一个pass 不能用不同的pass啊 好 那么既然要跟我们的zokeeper打交道 就需要有一个 构端 构端啊 好吧 当你创建这个lock的时候 把这个呢 给进来 把这个锁的pass给进来啊 那么在里面的话呢 就创建 就创建这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啊 好了 那么我刚才讲到了 我要实现lock 但是我不会提供所有方法 我只提供trylock unlock 和lock 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trylock 叫做常识去架锁 能够锁成功 返回to 锁不成功 立马返回force 它是不会组策的 它是不会组策的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逻辑很简单 去创建 你看 创建临时节点 创建如果成功 返回to 那么什么表示失败呢 注意看了 那么它的返回值是void 它会创一场 它会创呢 一种异常叫做zk the node existence exception 那么当它创出这种异常 那就表明这个节点 别人已经创建好了 你没有创建成功 那就是什么 创建失败 返回的是force 好吧 这个逻辑一写完了之后 unlock的逻辑太简单了 unlock 删除这个节点 删除这个节点啊 delete一把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重要的就是这个lock 重要的是这个lock 这个lock方法 大家就看了 返回值是void 那么这个方法 它是会阻塞的 如果 获取不到锁 就阻塞 好吧 获得了锁 立马返回回去了啊 听明白没有 好了 那么我们的逻辑怎么写呢 我们就利用上边的 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trylock方法 你看到没有 evo breed free的trylock 那就表明我 没有创建成功 没创建成功 咋办 阻塞自己 看到没有 阻塞自己啊 那么当你说阻塞唤醒之后 再次尝试 再次尝试 怎么尝试 调自己就可以了 你要反复的去拿trylock trylock的 所以调自己 看到吧 这个逻辑很简单 很容易就理解了 好吧 那么然后呢 还要看一下 这个wait block里边 wait block里边 是要干什么事情 要完成流程图上面的 那几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一 注册 watch 注射 等待 是吧 它完了 这两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你就看到 代码逻辑 首先你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啊 是不是创建了一个listen呢 这个listen里面的话呢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节点被删除了的事件 其他事件我不感兴趣 所以这是空方法 空方法啊 好吧 然后 注册watch 注册watch之后 要阻塞自己 怎么阻塞自己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又要教你一招 又要教你一招啊 那大家看 我在这里定义了一个东西 叫做colordal range 倒计数锁存器 啊 这个倒计数锁存器呢 也是多线层 并发协同的一个工具类 啊 我们前面已经学了一个 cyclic barrier 也是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用到了colordal range 这colordal range里面的话呢 这个数量 一 它这里有个数量啊 就是你创建的时候 你要指定一个数量 那么这个数量 可以不断的往下减 往下减啊 减到你 那些等待现场 就会被呢 唤醒 那这边看了 我就利用这个特性 你不是说 可以进行协调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协调的啊 在阻塞自己之前 我先再一次确认 那个pass 它是存在的 好 确定存在 那我就拿等待 await await 阻塞自己 好吧 那么在这里看到了啊 阻塞自己之后 终于看了啊 那么我就等待唤醒 谁来唤醒呢 通过watch来唤醒 这个watch里面怎么唤醒 那就去看 在这里我就用到了 counter down的 counter down方法 看到没有 在这个里面 我就掉了这个counter down的counter down方法 它到底是1 我1掉counter down 1就会减成0 减成0啊 同学们看到没有 减成0 那么你这个阻塞等待的 就被唤醒 唤醒完了之后 该干什么 取消注册 然后 退出这个方法 是不是又回到lock了 好吧 这个的话呢 同学们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呢 用它来实现 用它实现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再就使 再就用一把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创建它了 你有一个这样的锁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在这里画呢 大家注意看了啊 南买个老师这句话呢 看一下 我的这个里面呢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 这个 改一下 改成它 好吧 那大家注意看了啊 我把它呢 改成用这一个锁 不是 不对啊 不是这个啊 改成呢 用锁啊 改成用这个锁 大家看到没有 我把它改一下啊 改一下 那么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啊 给它呢 改一下 我换一个路径 换个什么路径呢 换一个新的啊 好不好 那么换一个 这个 麦克 666吧 这个路径没有 这个路径没有啊 一定要记住了 你不能给它存在的路径啊 你给它存在的路径就有问题啊 好不好 好了 那么现在 注意看了啊 我呢 就用了一个新的 用了一个新的类了啊 叫做呢 使用 方不是锁的 这么一个服务实现 方不是锁啊 好吧 在这里 我希望同学们啊 就把它呢 了解到了 了解到了啊 好吧 然后 在这里呢 改一下 改一下啊 好吧 换成这个例子 没变啊 没变 没变啊 那么我们来跑一下 跑一下啊 看这个效果 好吧 好 那 大家看啊 50次啊 50次 差不多 应该也到50了吧 哎 到50了 那么这个 一定能够保证你不重复 一定能够保证你不重复啊 那么请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输出结果 我们来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啊 同学们看到没有 这个结果 你发现 有什么不妥 没有呢 同学们 你看到没有 你会发现 打出了大量的节点被删除了 是不是 打出了大量的节点被删除了 为什么会打出这个来 是因为当watch收到通知的时候 我们在里面写了一个打印 那也就是说watch每次收到通知都会打印一次 打印多少次 你想想看 现在是50个并发 那么首先只有一个人抢到 就有49个等待 对不对 那么当他一删除节点 这49个都会被唤醒 所以呢 会打49次 那么再 49个人抢到一个 下一次呢 再会有 48个被唤醒 对不对 好了 你会发现呢 我们必须要收到太多的通知了 我们的啊 zoekip要发出太多的通知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吧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看了 这里有一个很形象的 很形象的啊 这个 关于这个现象的一个描述 就是刚才我先放给大家看过 这叫什么呢 叫做金群效应 金群效应啊 同学们 那么这个金群效应 很形象 一群鸽子 你投一粒食物到这个鸽群里边 你想一想 所有的鸽子都飞起来抢 是不是 就是把所有的鸽子都惊起来了 注意了啊 但是 只有一只鸽子会抢到这里食物 其他人就全徒劳了 白飞了 对不对啊 虽然有时候呢 飞也爽 是不是 好了 在这里话啊 那么在集群规模较大的环境中 会带来如下的危害 巨大的服务器性能损耗 网络冲击 可能造成当机 可能造成当机啊 同学们 这个的话呢 你看到 这就是 现在我们选择的这种实践方式 它的 这个 缺点 在这里 缺点在这里啊 好吧 那咋办呢 慢慢来告诉你 我们还有一种实践方式 还是用足备本来做 那么足备本来还有什么样的特性 可以用来做呢 注意看了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个临时顺序节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临时顺序节点 为什么可以被用来实现封目之所呢 大家注意看 它的逻辑 注意看这里 看这边啊 同学们看到没有 这边你看 123456789 1010 100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你到银行去办业务 首先当地取个耗子 对不对啊 你首先取个耗子 取个耗子之后 你乖乖等 等的时候 你取到的耗子是99号 你需要去关心前面那个1号吗 关不关心 你不关心 你只关心的是98号 对不对啊 那个98号如果轮到了 那我马上就要轮到了 但是如果前面还有好多 跟我没关系 是不是 注意了啊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特点 其实就跟我们去银行办业务 取耗子是一样的 来减少我们呢 这个watch的这种通知 也是我只关心我前面那个了 我只关心我前面那个姑娘 她漂不漂亮了 我不关心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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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什么样的了 是吧 好吧 那么逻辑 先大家就去看了 逻辑啊 其实变化呢 不是特别大 变化的就是 就是这个进来获取锁的那个地方的逻辑 大家去看 进来尝试获取锁 那么首先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去取个号 去取个号啊 取到号之后 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把所有的死节点都捞一遍出来 捞出来 捞出来干什么 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最小号 你是最小号 你就获得锁 你就获得锁啊 获得锁之后 你要干的事情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获得锁 是吧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不要去监听比所有人的节点啊 你要监听的是 比自己小的前一号节点 你监听他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监听他 然后呢 主事 等待就可以了 但那就可以了啊 轮到他了 或者说他中途不想等了 他退出了 没关系 他退出 换行李 你这个时候的话呢 又尝试再去呢 去获取 是吧 你看到没有 是获取止节点 再一次判断 发现还是没有轮到 那我就呢 注册我的小一号 原来我可能关注的是五十号 现在我关注四十九号 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 理解了吧 是不是 那么代码逻辑的变化 很简单 代码逻辑的变化很简单 没有人告诉你 这个代码的逻辑 其实就改了一点点而已 但是 这个东西改完了之后 你要把它写对 还真的呢 有点困难 好吧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原来这两个变量还有 但是这个变量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负节点 变成了负节点 一定要记住了 那下边就有一个Counterpass 这Counterpass 就是我当前取到那个号 当前取到那个号啊 它的节点名称 好 还有一个呢 叫做beforepass 那就是我的前一号 是谁 对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出现了这么两个变量 那么里边的逻辑 里边的逻辑啊 在这里是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里边 会尝试去创建 这个负节点 负节点啊 那么这是创建的过程中间 都会去创建 有可能就抛这个异常 没关系 这个异常是正常的 正常的啊 不要做任何处理 但是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负节点都不存在 你怎么可能去创建止节点呢 是吧 好了 那然后的话呢 大家注意看了 trilog trilog里边 取号码 取号码 大家看到了 这就取号码 取号码 创建的是临时 顺序节点 在谁下面 在这个负节点下面来创建 给的值 随便 随便给个什么值啊 这个值没有意义的 好吧 好 那么记住了啊 那么为什么要在上面套一个 if this点 等于闹 就去创建的 难道一进来 他不是闹吗 这个变量 为什么 那么让我告诉你 为什么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不套 会出问题 是原因是 当我们再一次 要去 醒来之后啊 再一次要去抢锁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去调用这个 trilog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要再去取第二个号子了 因为你已经取了一个号子了 明白了吧 因为这个trilog方法会被我们的lock方法调用 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你调的时候再lock 再lock 以后叫trilog 你千万别再重复创建了啊 重复创建 就死翘翘了 啊 好吧 在这里还要继续继续 那么他里面的逻辑 你看到了 获取所有的止节点 排序 判断当前是不是最小的 如果是的 return to 不是的 取到前一个节点 一定要取到前一个节点 好吧 然后返回false 这就是我们在trilog里面做的事情 那么lock里面的事情呢 lock里面的事情没变 没变 它的逻辑代码也没有变 只是里边的这个变量 变了一下 它现在关注的是前一个节点 你看到没有 注册的时候是前一个节点的pass 判断也是pass 也是的 好吧 记住了吧 那下边删除呢 释放锁 删除的是当前节点 就OK了 其他逻辑都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的就在上边那个 trilog里面的判断锁 是不是获取套的 这段逻辑里面 是不是 好吧 那么这个代码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呢 用一下 好吧 直接用一下啊 不能够拿 再给大家呢 去详细的去写真代码了 好吧 来 位置 这个里面 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吧 那么在这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已经把它呢 改过来了 改过来之后呢 导入一下 导入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加两个纸 88吧 88啊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 它的运行效果 这个顺序一定是正确的 连续的讯息 不会打乱 不会打乱啊 好吧 OK 那么不会做 分不失所的 有keeper的实现 有请大家啊 准备的啊 很清楚了 你一定要掌握到了 好吧 我希望你在面试过程中间 一定要能够对答如流了 好不好 不要浪费麦克老师 这么辛苦的 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你去讲这个东西 好吧 那么第四个内容 跟大家来分享的 是大型互联网 应用架构的技能 你找了分不失所 那么如果你要 具现互联网公司 还只是万里长征 走了一步而已 那么你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去拿学习和掌握 学习和掌握啊 好吧 那么一段讲了 ZK要是挂掉了 怎么办呀 挂掉了 那你们这个地方就用不了了 你的你的你的应用也会包异常了 因为你连的连不通了 明白了吧 这个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一定要记住了 好吧 那么为了帮助你 理清楚 你如果想去 一切互联网公司啊 那么你需要掌握 哪些核心的技能 那么麦克老师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啊 是你一定需要的 马上就要需要的 你马上有可能选择 要去啊 一切互联网公司 或者说选择 要去一些更好的公司 那么我告诉你 你需要掌握 哪些核心的技术 好吧 那么首先 我要请大家呢 回答几个问题 回答几个问题啊 一个问题 成为一线互联网公司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吗 是吧 想不想 想 我想要到里面 去拿高兴 你想成为 一线互联网公司 架构师吗 也想 我特别想 是吧 好吧 那么第三点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架构师 得掌握哪些看家本领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真的很想知道 只有知道了 这些 我才能够 有低放适的 去提高我自己 对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麦克老师 就要给你来 做这么一个分享 做一个分享啊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给你看到的 就是大型互联网 应用的一个架构图 大型互联网应用的 一个架构图啊 那么这个架构图上面 大家看一下 在大型互联网公司里边啊 一般会把应用 分成了这样一个四层结构 第一层 应用层 应用层啊 那么这个应用层 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 看到没有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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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服务器 上面挂了个什么 上边挂了一个 N极可思 极群 对吧 那么在一些互联网公司里边 这个应用啊 那么他们的系统 需要应对高并发的 高并发 我告诉你 B极群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高并发 B极群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N极可思是常用的 这种负载均衡的解决方案 啊 一定要记住了 所以 你如果想要去学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好 你想要去一些互联网公司 做高工 做架构师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 N极群 负载均衡 相关的去掌握好 好吧 那么在N极可思之上 还有什么呢 还有LWS Keep Allowed 看到没有 应对的是各种的客户端 各种的客户端啊 好吧 在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你啊 一定要去呢 了解清楚 了解清楚啊 好吧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的应用层 应用层 是一个 Web服务集群 是吧 那么用到Web服务集群 你想一想 集群刚才讲到了 麦可告诉你了 如果里面有锁 你要考虑是否是要改成分布式锁 对不对 好吧 这个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还考虑问题有什么呢 比如说分布式session啊 对吧 绘画 以致性问题啊 这些也是我们变成集群之后 你要考虑的问题了 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高工 成为一个架构师 那么呢 要掌握的 好 再往下 第二层 第二层 你看到没有 因为互联网公司里边啊 系统是很庞大的 它不可能是一个应用 不可能是一个工程 那么它里边呢 会做业务裁缝 会做服务化 你看到没有 但这里的话呢 就有服务层 那么服务层里边 重点 我们要掌握的技术是什么 就是如何来做服务化 服务化框架 有哪些 是吧 大家看到了 那么 这个服务之间的协调 又怎么样来做 服务怎么样被发现 那你看这里画了一个 大大的zo keep 大的zo keep 是不是很有用啊 是吧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告诉你了 在这一层 你要掌握的是服务框架 哪些 Double Spilling Cloud 是最最流行 最最常用的 找它们就OK了 找它们就OK了 好吧 好 那么再往下呢 第三层 叫做基础设施层 这个基础设施层 你看到没有 在它们的系统里边 把这些东西 都归为基础设施了 说明这些东西 是它们里边 必须要有 很重要的东西 一 缓存 是吧 二 消息中间键 三 搜索引擎 四 配置中心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缓存 我们应该学哪些东西 怎么样呢 这缓存的高可用 是吧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缓存 我们要告诉你 Radius Memocatch 好好去学 那么MQ呢 MQ就有很多了 MQ就很多了 比如说Logged MQ Effected MQ Logged MQ 卡夫卡 对吧 那么你要根据你们 公司的需要 去选择一款 适合你们的 适合你们的 所以你要去学 也要学很多 好 搜索引擎相关技术 搜索引擎相关技术 那么搜索引擎相关技术 我这边来告诉大家 你可以选择的呢 也有很多 最常用的有两个 一个是Solar 一个是 这个Elias这个Search 还有就是 他们两个基石 Lucy 你也可以选 你也可以选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请他们注意一下 后面的呢 再往下走 就是数据库层 那么数据库层里边 一线互联网公司 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谁会用Olico了 对不对 那么大多选用的是 MySQL MySQL 这个是关键数据库 大多会选用 MySQL 那么这MySQL 这一块你要掌握的 就是MySQL的 集群啊 读写风铃啊 风库风表啊 这些东西怎么样来搞的 怎么样来搞的啊 东西嘛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掌握的 你要掌握的啊 好吧 好 那么这是呢 这个是啊 关键数据库 那么在一些互联网公司里边啊 不光会用关键数据库 还会用什么 还会用 NoSQL数据库 NoSQL数据库啊 好吧 比如说Mongo 是吧 一辆的Search啊 那么他都会用 那一同学讲了 为什么不用Olico啊 对吧 这个Olico就有点贵了 要收费的呀 明白没有 而且他还不开园呢 出了问题 还必须得请他们的人来搞啊 那我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 我的技术存品呢 本身就很牛逼的 我必须要收你的限制吗 是不是的呀 好了 那么这句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啊 金融里边会选用Olico 这个的话呢 可以考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啊 好吧 是 好吧 那么 那个老师给你呢 简单介绍了一下 那么你能不能 把刚才麦克老师 所讲的这市场里边 到底要掌握哪些核心技术 给他理出来呢 是吧 麦克老师给你理一下 再次给你做一个总结 第一点 你要掌握啊 高并发集群技术 记住了啊 麦克老师告诉你了 第二点 你要掌握高性能并发编程技术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 并发编程呀 网络编程啊 这些内容 你要去掌握好 好吧 那么在这看一下 第三点 分布式微服技术 Double Spinning Cloud 甚至新一代的ServiceMesh 你都可以去了解 第四点 大型分布式缓存技术 第五点 消息中间件技术 第六点 搜索引擎技术 第七点 Mine SoCal 集群技术 第八点 Lo SoCal技术 那就是哪 你一定要去掌握 这八个技术 八个技术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好 那么你了解到这些之后 我希望同学们啊 要来做一个自我的总结 和自我的剖析 自我的一个批判 啊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步 好不好 在这里话呢 现在跟着麦克老师一起来 第一点 你想一想 你掌握了几个了 麦克老师给你列了八个啊 麦克老师给你列了八个啊 好吧 那么你掌握了几个了 这个 第二点 还是说你一直都是用 SSM 做着 Ciud的活 同学啊 如果你一直 你入职 是吧 从学校走出来之后 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 那麦克老师告诉你 麦克老师告诉你啊 那么呢 这个真的很 很不合适了啊 是吧 好吧 好 你是否苦逼的加着班 拿着微博的薪资 同学们啊 这个的话呢 一定要去 好好自我总结一下 第四点 你是否迫切的想快速提升自己 升职加薪 更有成就感 我说了啊 同学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自我总结 特别是已经到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你要好好去博习下自己 不能够再让自己这么 拥拥拥拥拥拥了啊 好吧 一定要呢 有所改变 好吧 你是否苦劳没有快速提升的通道 感觉到自学太难 感觉到自学太难太慢太苦了 同学们有没有 有没有 好吧 这个的话呢 注意了啊 现在你不需要苦劳 现在你不需要苦劳 不需要苦劳了 同学们解除你这个苦劳 网易云购堂推出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微专业 专位帮助想要快速提升 改变现状的你 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了啊 是由我们网易出品的 是由我们网易出品的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就绝对有保障 绝对有保障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网易云购堂 微专业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这个啊 好吧 这是书吗 这是学习的课程 直播加录播的 这样一个快速提升的课程 同学们 一定要呢 注意 网易出品 一定记住了啊 那么网易的招牌 摆在这个地方 是吧 记住了 那么我们的课程 是要深入讲解 高性能编程 中间键 容器化技术 分布系统开发相关技术 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了啊 好吧 好 还有 有网易资深的技术专家打磨 五大商业项目 技术类目 啊 首次以系统化讲解的方式 对外公布 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是拿着我们网易内部的明星的项业项目 来给大家作为学习的蓝本 虽然吧 这个 你在外面是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所以我们非常可以打宝贝的告诉你 你学到这个东西是真真正正的 网易的传真技术 好吧 那么大家看到了 那五大商业项目呢 网易严选 网易云课堂 网易邮箱 网易云音乐 网易云 啊 那么这句话呢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了啊 好 还有 由网易云课堂 颁发毕业证 此证或猎聘 领英等猎头公司认可 可用于网易的民企内推 怎么加入 那么这句话呢 大家继续看了啊 几位培养 更多符合网易 一线互联网公司需要的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助力你快速成长为 互联网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同学们 这个的话呢 我就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到 在这里 麦克老师也告诉大家一点小心思 我们为什么要重磅推出这个课程呢 请大家记住了 我们网易每年要招大量的 高级开发工程师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痛点 是什么呢 我们招人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招来的人 又呢 不是很符合我们实际的需要 不符合我们的需要啊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大量的流失 大量的流失啊 那么我们就想了 既然我们需要这样这样标准的人才 那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网易云课堂上面 推出这样一个课程 既帮助大家提升 我们又能够从中获得我们想要的人才 这就是我们啊 推出这个课程的重要的一个啊 呃 想法 明白了吧 同学们 在这里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课程 练集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去看 好吧 我现在把这个课程练集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啊 来 那么呢 我把链接再次发给大家啊 我相信我们助教老师呢 已经把它呢 发给过大家 发给过大家啊 好吧 有同学 他说呢 这个图便宜 我要告诉你 这个课程教给你的是 加瓦高并发分布式架构的核心技术 你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 成为架构师的 这样一个技术课程 对吧 能够帮助你快速提升你的技能 你现在可能拿的是 一万块钱的工资 你学完了之后 你可以拿到25k 30k的工资 你想不想 想帮助大家提升 我们又能够从中 获得我们想要的人才 这就是我们啊 推出这个课程的重要的一个啊 呃 想法 明白了吧 同学们 在这里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课程 链接 我们可以直接这里去看 好吧 我现在把这个课程链接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啊 来 那么呢 我把链接再次发给大家啊 我相信我们助教老师呢 已经把它呢 发给过大家 发给过大家啊 好吧 有同学 有同学 他说呢 这个图便宜 我要告诉你 这个课程教给你的是 加瓦高并发分布式架构的核心技术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成为架构师的这样一个技术课程 对吧 能够帮助你快速提升你的技能 你现在可能拿的是一万块钱的工资 你学完了之后 你可以拿到25k 30k的工资 你想不想 想吧 对不对 还有人讲了 这个价格 799 我告诉你啊 我们呢 今天晚上 曼哥他告诉你了啊 我们可以送出五张 送出五张啊 呃 这个券 在这里话呢 大家看一下 赶紧去加 赶紧去扫描这个二维码啊 好吧 那么这个课程 原价是一万两千六八 现在是限时特贵价 七四九九 带项目做吗 当然带 你看到了 网易五大明星项目技术内幕 你都会学习到 都会学习到啊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注意了 请大家注意了啊 好吧 那么今天晚上 放出五张面值五百元的抵扣券 最终你十付价 只要六九九九 六九九九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那么这个劝 他一定要记住了啊 使用的截止时间 是今天晚上的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五十九分啊 好吧 那么我还要说明一点 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 麦克老师给你授课 这个方式你觉得很好 是吧 学起来 能够呢 理解到很多原理 很多原则性的问题的 同学们 写能不能给我火箭刷一个 火箭刷一个啊 是吧 我想要问一下 你有没有感受到 有没有感受到啊 是不是啊 哎 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呢 很快的去理解到 对吧 能分击付吗 可以的 可以的啊 好吧 可以的 好不好 在这话呢 简单的注意一下 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这个课程的授课 那么麦克老师 也是里面的重要意愿 也是里面的重要意愿啊 好吧 那么你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授课 是不是真正正正 能够带给你干货 对吧 这个啊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 好吧 那么我已经把这个优惠活动 告诉你了 赶紧去加 赶紧去扫嘛 加我们助教老师 然后去领取这个优惠钱 只有五张啊 晚了 就没了 先到先得啊 一定要去了 五百块钱 也可以做两次大宝件了吧 是吧 可以去做一次大宝件了啊 可以去做一次大宝件了 报名以后 可以加收个老师微信吗 可以 可以啊 这个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麦克老师 再把这个课程给大家呢 做一个 啊 快速的一个介绍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我就不再去说了 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玩赚的是 加瓦高频发分布式架构的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啊 好吧 那么这个价格 我告诉你 真的很实惠 很实惠啊 那如果你是参加培训出来的同学 你是应该深有感触 你在现象 做一个零技术的培训 至少前面加个一 对不对 一万七千多 甚至呢 你要在北京 在深圳 在上海 两万多的学费 学习四个月到六个月 当你可以成为一个加瓦工程师 去当一个初级开发人员 拿多少月薪 对吧 到一线后的话 到一线城市 你可能拿到七八千 但是你要到二线城市 拿的是什么 四千多这么一个工资 你想一想 那么这个课程 比你的入门级课程 要优惠到哪里去了 是吧 那么我们的课程 它是采取的是直播为主 录播为辅的 这么一个课程 明白没有 帮助你由初级工程师 提升为高级开发工程师 你原来可能拿的是七K八K的薪资 我告诉你 学完了之后 你立马可以去提 我要18K 我要20K 但是前提 你一定要认认真真去学 认认真真去学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我告诉你了 你只要认认真真跟着我们来学 这个麦克老师可以打包票 但是你如果说你 你来报的名字 三天打鱼 两天赛网 交给你东西 你又不做 你说你要让我达到那个水平 麦克老师告诉你 我做不到 我是神 我也做不到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跟着来学了 你有问题 立马来问了 那我告诉你 可以 可以 明白了没有 这也是说 学习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好吧 来看一下 关于升职加薪 你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些问题 第一 缺少一线互联网项目经验 长期在小型的软件公司 或者是外包公司工作 技术事业较窄 能力提升较慢 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很多同培训机构出来的同学 是吧 那么呢 本身可能也不是科班出身 工作难找 然后的话呢 选择了来做软件开发 好 出来之后的话呢 在这种小型公司外包公司做 对不对啊 然后感觉呢 也很苦逼 很苦逼啊 加班也加得很累啊 是不是 好 那么第二点 项目经验零碎 工作内容都是增三改叉 简单的开发 今天的项目 用户的访问量很小 未经历过完整的大型项目开发 是吧 好 第三点 第三点啊 自学困难 没人带 没人带啊 无法真正的接触到大型互联网项目的开发和架构技术 高频繁分布技术 求学无门 是不是 对吧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要求你们注意一下啊 好 第三 第四点 长期无突破 长期无突破啊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了 我们有很多同学啊 工作已经三五年了 但是几乎呢 是把第一年的工作重复做了N年 缺少核心竞争力 麦娜告诉你呢 同学 如果你现在已经呢 有三年工作经验 甚至你还有五年工作经验 你告诉我 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些内容里边的东西 我一个都没用过 那我告诉你 你真的落伍了 真的落伍了啊 如果你还想要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 你想要让你的薪资提一提 那么要告诉你 你只有改变你自己 只有提升你的技能这一条路 要不然你再走 就选择是什么 放弃这个行业了 放弃这个行业了 好吧 那么高薪就临你而去了 好 第五点 技术 技术啊 基础薄弱 自身基础较差 只经历过快参试的技术培训 缺少系统的学习精力 啊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同学啊 那么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短板啊 同学们 是不是 呃 出来 在大学里面本身呢 也没有学的很扎实 然后的话呢 出来做了一个培训 啊 四个月 六个月 快速的学 学完了 加网 快速的学完了 SSM或者SSH 然后就去工作了 那我掌握的程度是什么 我仅仅是会用它 来完成一个正常改查而已 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了 你要让我写一个并发编程 我写不对 你要让我用一个锁 我用不会 是不是呢 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给打个包票 打个包票啊 好吧 呃 那么大家注意看了 那么我们的课程 六大热门技术专题 一线互联网工程师 轻受 直播为主 录播加测评为辅 助理系统提升 专项技术能力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高并发性能专题 里面的内容有哪些呢 多线程并发编程 高并发网络编程 加网系统性能调优 啊 这个看了 看到 好 那第二个专题 中间件专题 中间件专题里边 有什么呢 分布式消息中间件 负载均衡中间件 缓存中间件 数据库中间件 大家看到没 我前面讲到的 那八点里边 你看这里面包含了很多 好 第三点 容器化技术专题 Dock容器化 看到没 好 再来看一下 第四个专题 分布式系统开发专题 分布式应用协调 RPC服务质的框架 Spring Cloud 微服务解决方案 分布式方案 拓展及最佳时间 网易云课 台湾后端项目 实战专题 大家看到没有 有前面有人问了 有没有项目实战 我告诉你 必须得有项目实战 没有项目实战 你学到的东西 都感觉 还是在打棉花 啊 它棉花一样的 不知道呢 到底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好吧 编码规范 原码结构管理 版本控制片 研发流程管理片 云课堂功能实践片 线上运维部署片 等等 好吧 那还有网易第六个 网易商业化项目的分享 你会学到哪些呢 网易 云音乐 网易云课堂 网易 严选 网易 大数据应用 等等 好吧 在这里 麦克老师呢 再一次啊 把这个二维码 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多少点时间去扫它 好吧 我只想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想要快速提升 这是一条非常不错的 快速提升的通道 好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 最近 因为呢 我也感受到了 那么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互联网 寒冬 很多同学告诉我 现在找工作很难很难了 我希望这个寒冬 不要影响到正在听课的你们 好吧 一定要记住了啊 很多公司在开始裁员了 然后呢 裁了员的同学 他再去找工作 比较难 比较难啊 很多公司已呢 关闭了超频通道 是吧 当然了 在这种大型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我要告诉你 这个通道还是没有关闭的 还是没有关闭的 他们还是大量需要人才 大量需要人才啊 但是中小型公司 真的面临寒冬 面临寒冬啊 好吧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 去改变你自己的现状 麦克老师告诉你 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必须得要 自己要主动的去 发挥你的能动性 要呢 去做出这个改变的第一步 加上我们作教老师 好吧 向他去咨询了解整个课程 怎么样来帮你提升 好吧 这样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去扫啊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五张面值的提扣券 还剩几张 是不是已经被抢光了 对吧 你要抓紧时间去抢 抓紧时间去抢啊 好吧 呃 在这里的话呢 我再次放一下 也是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别去错过了 别去错过了啊 先到先学 先学就有先发的优势 一定要记住了 好吧 我们很多时候会都会感慨 我当时也想到了这么一个点子 想到了这么一个呢 哎 方式 是吧 但是我没有动手 别人动了 别人动了 别人站着先计 别人发财了 我没发 为什么 这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的问题 我说了 你的能动性 是不是 好吧 很多同学在观望 他说 哎 那个老师 你这个课程 好像对我来说 有点有点什么 小吃力 对不对 他自己在观望 你自己在观望 好 观望了几个月 他发现他身边的同事 已经离职了 离职去了哪里 一些混乱网公司 薪资加了多少 薪资翻翻了 是吧 他好惊讶 为什么 别人没有观望 别人觉得我现在真的缺东西 我技术上面短了很多 我想要提升我自己 那我毫不犹豫 我要去提升我自己 你想一想 时间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 你浪费掉了 那就是浪费掉了 找不回来的 是吧 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 现在已经拿到了18k 20k的工资了 你现在还拿着8k 对吧 可能未来半年你还是拿8k 但是别人已经改变了 已经改变了 同学们你看 这个我就说了 这是就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动性啊 对吧 以及每一个人 对面对于这种机遇 能做出来的这种快速的一个响应的问题 好吧 我也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错过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继续看下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些内容 看来没有啊 好吧 呃 在这里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码 扫一下这个码啊 这个码的话呢 可以去获取到完整的课程大纲 完整的课程大纲啊 呃 以及呢 可以制定这种啊 定制化的学习安排 扫码获取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自己去获 自己去获取啊 真的 你想学 你想要提升你自己 你自己必须得要做出一些步骤的 不会天上掉出馅饼掉到你嘴里来的 你如果掉了馅饼到地上了 你还不去捡 你说你要 你要不饿死我才怪呢 对对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再往下走 八项网易技术实用词操 应用词操啊 高密度干货教学直播 大家看一下 网易后端开发中的Lating最佳实践 网易真实性能优化 的啊 案例风响 网易后端架构中 消息中间键的应用 网易后端系统中 负载均衡的应用 网易后端架构中 缓存的设计 分布式数据库 在网易的最佳实践 网易在K8S探索和实践 Sputing Cloud的Double 在网易内部的应用 你都会看到真实的应用案例 啊 所以这个课程 物超所值 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前面说过了 我们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帮我们网易 培养合适的人才 来加快我们的人才的招聘 减轻我们的这个HR的一些什么 一些这个压力 以及我们的招聘成本 啊 同时 我们网易的招聘量也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也要为整个行业 做出一些贡献 希望培养更多的 符合一线互动网公司 需要加瓦高级开放工程师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去一些互动网公司 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啊 麦克老师的话呢 不再去过多的去呢 呃 宣讲这份东西了 好吧 好吧 那么再看一下 网易的五大明星产品 商业项目案例共享 网易严选大数据平台 网易邮箱 对吧 好 网易云计算平台 网易云课堂 网易云音乐 啊 好吧 这地方呢 请大家记住了 啊 可浪中学比较关心我们的这个啊 实资 网易特邀的受个奖施 互联网资深工程师 多年开发经验 轻受 好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的张峰老师 IT行业资深从业者 曾在互联网 物联网 通信等行业 多家大型互联网上市企业 担任架构师 技术经理等职务 有丰富的高并发 分布式系统 实践经验 啊 那么如果你对我感兴趣 可以呢 简单的来对我了解一下 好吧 在这里啊 好 还有网易的技术专家团 全程参与课程 研发提供网易的案例支持 严格把控课程的质量 好吧 那么我们网易的大牛 大家呢 可能呢 说能想 是不是 那么呢 他们也会参与到课程里面来 来把关 来把关啊 他们也会在啊 我们的某些课程里面 做一些技术分享 这技术分享啊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就去看一下了 好 那么 下面这一块的话呢 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的一些服务体系 怎么样的开展这个课程的 对吧 好 陪伴式的班级管理 构建专属的学习圈 对吧 讲师加班主任的方式 八个月全程陪同 注意了啊 那么一 专属的VIP班级群 班主任老师全程读学 全程读学啊 根据学习进度 好吧 学习小组机制 促进学员相互交流 一对一的课后答疑 作业以及考核 行业资讯 以及学习资料 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班级形式 再往下大家可以看到 HRBP提供就业支持 享有网易内推机会 一 职业诊断 职业诊断啊 那么呢 帮你修改简历 简历指导 优秀学员 职通面试技术负责人 亲自沟通 好吧 线下沙龙 微专业证书 微专业证书啊 好吧 我们合同学 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这个上个形式呀 课时量是怎样的啊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个微专业 总共时长在 一百五十个小时左右 课程采用的是 在线直播 在线录播 占比百分之四十 加在线直播 占比百分之六十 加线上作业测评 以及考试的形式完成 其他 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们可以呢 简单的去呢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你有一些疑问 一定要了解到啊 好吧 那么这这话呢 马格老师呢 就给你呢 做这么一个简单的 这么一个啊 课程的一个介绍 课程的一个介绍啊 那么再一次的话呢 马格老师告诉大家 抓住机会 好吧 呃 辨值 五百元的这个券啊 那么呢 一定要去呢 提前去扫 提前去扫啊 好吧 整个课程的链接 我再一次发给大家 一定要呢 去强细的去了解他 好不好 强细的了解他啊 那么今天晚上啊 马格老师的话呢 就给大家呢 呃 基本上啊 我们的这个分享啊 就快呢 告一告一个什么 尾声了啊 那么最后我要汇过水了 实在是我的喉咙 已经呢 有点难受了 好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啊 麦格老师再啰嗦几句啊 真的 马上就要过年了 明年的话呢 呃 二月三月 真的是跳槽的旺季 那么你如果想要 在这个时候啊 抓住机会 是吧 呃 那么的话呢 就要去提升你自己 那么你想一想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你怎么样去提升 这么多内容呢 一定要去找一条 快速提升的 这么一个通道啊 和途径 是吧 那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呢 自己要 呃 要奋斗一下 奋斗一下啊 真的 你如果现在奋斗了 这么几个月 那你会受益一声 受益一声啊 你将来啊 一定会感谢 现在奋斗的自己 但是如果你现在 还在说 我要犹犹豫豫 我要陆陰陰陰陰陆的 再过上一几年 那么我会告诉你 将来的你一定会啊 那么呢 痛恨你现在的自己 真的啊 这个的话呢 也就是有些同学 可能现在还年轻 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什么 一些思考 没有这样的一些人生的思考啊 但是 你像麦克老师呢 是吧 呃 都开始奋施张的人了 都是奋施张的人了啊 那么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感悟 感触 我也希望这个啊 能够 能够触动到 我的 我们的同学 能够让他呢 早一点 能够呢 风发突强起来 真的 这个东西 你如果 想要 快速的啊 早一点的去获得成功 和成就 你一定要呢 早去 动起步 早就起步啊 去起晚了 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好吧 那么今天晚上 麦克老师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最后 如果觉得今天晚上 麦克老师的分享 让你还是有收获的 那么请你们最后再给我 来一波 火箭和游艇 好吧 好了 同学们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咱们下一次课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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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